今天最新出开的时报周刊里头 有一个议题非常值得来讨论的 也就是说 宋楚瑜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有可能复出 而且要直接来角逐 进逐这个新北市长的宝座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 那如果他真的复出的话呢 有没有迎面 透过呢 这个旺旺中史民调所做的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来看到 如果朱立伦要连任的话 那真的没有迎面 但是如果朱立伦呢 他要职工2016不选的话 那么他有可能是推出侯友宜 那么这样子宋楚瑜的部分 可能就有一些些胜算了 我晓得最了解宋主席的两位 也就是委员跟永平 委员你怎么看的 会不会付出 有没有迎面 宋先是一个政治企图心很强的人 他本人长久的制服在在野 所以我认为他有可能要付出 那付出的点是选择在哪里 不知道 但是如果付出的点是选择在新北市 我认为问题就严重了 因为如果宋先不出来选的话 那朱立伦的压力会少一点 因为他可以不选新北市连任 他可以直攻2016的大选 然后让侯友宜替他披挂上阵 仍然可以顺利的打败游习坤 可是如果今天首先要出来选 那朱立伦毫无选择 他就必须固守新北市 而他一旦固守新北市 他如何再选2016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说法 说这是国民党放的啦 那我不晓得是不是永平也认为 说是国民党里头有人说出这样的话 说老宋宋楚瑜要出来选 坦白说我从2005年之后呢 跟宋先这边没有太多直接的接触 所以我不敢说这个消息呢 我完全没有办法判断真假 以及到底消息的来源 我只是认为宋主席长年从政以来 他都是一个很顾大局 而且有政治 他的思考高度的人 那我认为他在这个时刻 对于全盘台湾的政治局势 乃至两岸关系 他应该会有他的考量 不过这个宋楚瑜如果出来选 针对新北市的部分 也有一说是可以拉抬 亲民党的一个选情的制衔呢 看法 对 如果宋主席出来选的话 当然会拉抬 不管选哪里都可以 他到哪里 可是对他来讲 最有利的应该是全省跑透透 而不是在新北市选 因为如果新北市他选不上 然后呢又扯动了 那个整个国民党的布局 然后已造成说 2014跟2016整个泛兰的衰弱的话 那宋主席的历史地位 可能会完全不如他自己的预期 我相信宋主席有这样的智慧 不会跌这么一跤 损人不立即 应该不去他自己的预期